這個練習其實有1 2 3 4 5 6 6個矩形 你要用矩形畫也可以 其實他也可以用線畫 這個用線畫其實反而比較快一點 你要用矩形的話 因為那個長寬 其實比較難抓一點點 那都可以也沒關係 那來 我用矩形畫好了 假設我先畫一個矩形 那你如果不想打 你也可以直接用看 因為我們現在鎖是不是有鎖10的 我可以寬度300然後180 我直接這樣就300 180了嘛 對不對 你用看的也可以 像這樣子 150 寬度150 然後高度是 250 然後150 這樣子 這樣都可以 那這裡的話 我好像 少了一個尺寸 對不對 我這裡少了一個尺寸 我這裡少了一個尺寸 要不然沒辦法畫 少了一個尺寸 至少要有一個寬度或一個斜長都可以 因為高度這裡 因為高度這裡有 高度是180 所以我這邊少了一個尺寸 好 那 我畫矩形 所以 寬度是100 然後 高度是跟左邊一樣 這樣子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4217 所以我也是 畫一個 畫一個 420 170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會放在圓 這邊就是因為他這裡給的是斜長 其實就是你可以畫一個圓 因為一邊 這邊如果畫一個圓是就圓的半徑 好 半徑120 另外一點是在這裡 所以你看一下 假設我可以畫一個圓 從這裡出來是兩 畫一個圓 然後從這裡出來 200 就代表這個圓上 等一下跟這裡接在一起的這裡 就是我另外一邊的點了嘛 所以我畫矩形 第一點在這邊 第二點是跟這裡 接在圓上的這邊 好 那 這個 就可以刪掉 就代表斜長200 所以這邊斜長400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跟這裡一樣 所以呢 畫一個斜長 畫一個半徑 400 那我就可以畫一個矩形 第一點在這 第二點是在 從這邊這樣 追過來跟圓碰到的地方 好 那這個圓 就可以刪掉了 所以這一題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裡少一個尺寸100 好 來 切給各位